就在傍晚接近六點的時刻 在臺東地區出現大停電 停電地區分布在臺東市及北南鄉一帶 其中包括了南亡太平等原住民族地區 就連豐年機場也受停電的影響 臺電臺東區營業處表示 主要是因為臺東的一次變電所機器故障 導致臺東出現了近半個小時的停電狀況 由於停電狀況 為止二十多分鐘後 就立即恢復電力 臺電短時間尚未掌握有多少住戶 受到影響 但臺電表示在停電這段期間 並未接到任何民眾及服務機關的反應 電話也沒有災情傳出 記者 台北市採訪報導